考生正笔集书努力写答案 这是基隆市教师征选初试现场 这次基隆市预计招考167名 国中小及幼儿园教师招考人数创历廉新高 因此吸引了1551人报名 7月6号初试比试包括五人国小等三个考场的秩序良好 不过到考率却不到7成 主要和其他县市考试日期强碰有关 我们基隆市睽違四年之后 国中小再次的办理教师征选 那这一次我们开的名额也是历年来最多 总共预计录取167名的正式老师 那今年总共有1551个考生报名 那今年实际到考的考生有1064名 到考率大约在6成9 这个叫往年是稍微的下降一点 但是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现实都没有考 所以今年考的现实非常的多 也相较的考生分散了一些 那我们今天考场的秩序都算是相当的不错 那预计在7月10号的时候 我们会公告进入复选的名单 那是以初试 我们是以录取人数的三倍来录取进入复选的名单 另外为配合国家双语政策 基隆市首度加考英语科目 部分考生坦言有点难 这一次是因应双语政策的一个推动 我们配合国家政策在老师的基础能力上 到每一个类科都加考了英文是这次的征选 跟以往教育不一样的地方 那考生反应都算是觉得有一点难 不过我相信对于未来教师在因应双语教学 尤其是我们基隆很重视的这一块的应用上面 我相信是会有帮助的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7月10号复逝名单出入后 7月16及7月17将进行第二阶段的口试及试交 7月19、7月20公告最后录取名单 预估平均录取率可望超过10%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